你們曉得那個張克帆 還沒有放的時候 我心裡面閃過一個念頭 克帆他也不是專業的啊 萬一他球放下來 位子不是丟在那個丁床上面 紮臉上 而是直接紮到我的臉 對啊 好可怕 那我就毀容了嗎 那我靠臉吃飯的人 你現在給我 倒沒有 前陣子不是很流行 那種水上節目嘛 然後我自己個人 也不太會游泳 然後我那個水池 我記得是我的三倍高 然後他就在前面 設一個籃框 那你只要拿球灌籃 灌進去 然後整個就跳下去 等於是在跳水嘛 那他就跟你講說 我就說 那我們應該要穿個救生衣 因為一般玩水上節目 都會穿救生衣 我說可是我不會游 那會遮住你的身材啊 比基尼一般之後 那會跑 對 然後就是... 一跳我想說 新人嘛 就想說算了... 就是跳了再說 算了 轉姿頭太好了 跳下去之後 我就一直下去了 那你知道一下去之後 就開始就灌水 我已經嗆到好幾口 已經沒有辦法呼吸 就已經冒白光了 是 什麼冒白光 我才突然被人家抓起來這樣 一直吐腿 不是啦 所以你出生命裝 他從生命裝 在玩這種 就是處罰 或是一些遊戲的時候 他們保護錯事會忘記 對 做得比較忘記 你就要隨便 不夠 對 因為希望你出事 對 有一次要我表演鐵頭功 他們就... 裝西瓜是不是 不是 他們就去買那個 小鈴煎餅 金剛腿 會不會好一點 小鈴煎餅 小鈴煎餅 他就放在那個桌子上 他就跟我講說 你等一下就撞 那個是煎餅 很快就碎了 那我就心裡邊想說 沒事 就煎餅了 我就說好... 我就很用力 打了就下去了 結果一下去 那個餅乾破了 我就直接從那木板這樣 敲下去 然後他就覺得暈 我起來之後他在那邊笑 結果每個突然嚇到 他說你流血了... 這樣扔下來 真的假的... 我有頭就一個洞 這三天頭都已經都一直很想住 因為小鈴煎餅插進去的 不是 我是直接撞到木板 它下面應該要墊軟墊 應該要墊布 對 墊軟墊 至少墊個毛巾之類的 對... 我是直接從木板敲下去 就直接流血了 台灣最有名的一個水上意外 就是以前百戰百勝的時候 那個時候黃立芹 黃立成 他們有一個L.A. Boy 他們公司另外一個團體 記不記得叫叫L.A. Girls 還是叫Babies 這團體Babies 他們在百戰百勝玩水上遊戲 就是我忘了什麼水上遊戲 反正就從上面你玩一玩 然後人掉到水裡面以後 一掉到水裡面會有工作人員 去救你 你不會游泳沒關係 他工作人員去救你 他一掉到水裡面 然後就慌亂 不會游泳 慌亂 就工作人員過去 在一陣慌亂裡面 工作人員的手肘 就卡到他的臉頰這裡 對... 臉頰當場一個大洞 後來這個臉頰是補一塊鋼片 補一塊這麼大的一塊鋼片 在台灣休養了十一個月 後來就好了 才回LH 離開我們這一行 離開這一行沒有再回來了 而且出片沒幾天 對 出片沒幾天 別人就直接灌 以前很可怕 以前那個時候大家都還年輕 像衛銘哥那個時候 也是年輕小夥子 而且我們老了 我們老了 心臟敷惡不了 一點小小的那個小處罰 可能就會讓我們覺得 驚心動魄 是... 那現在有的那個處罰 他不是說光明正大的 說遊戲 阿蘇勒要處罰 他至少隱藏在什麼呢 隱藏在這個整個的 這個單元內容裡面的 真的 我之前就有一天 那個接了一個通告 那個執行製作很客氣 他說運哥拜託你一定要來 因為那個NO哥呢 臨時退我們通告 他退通告的理由我不曉得 他說你一定要來救活 那我輕裡面覺得 很有尊榮感 NO哥退你們通告 所以你來找我 那言瞎之意就是我跟NONO 是同一個等級的囉 那時候是兩年前嘛 兩年前我可以跟NONO同一個等級 至高無上的光榮啊 那我就一股熱血說 好... 真的是NO哥退你們通告 不是啦啦退你們通告 對 如果是啦啦退你們通告 我是絕對不會去的 這不是NONO 沒錯是NONO 我就去了 到了現場 它是一個短劇 那短劇有腳本 那我看腳本也還OK 因為我演一個氣功師傅 換上衣服以後呢 我就看到他們舞台 謝謝很光妙 我就看到他們舞台呢 再搭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我說你們都是幹嘛 運哥 這跟妳有關啊 因為妳是氣功師傅嘛 那妳怎麼證明說 妳是氣功師傅 所以妳要表演 我自己當製作人 那麼多年 我還沒有搞過人家 來搞胸口碎大師 是 它怎麼碎大師你知道嗎 我們要躺在地上 然後我的胸口放一個釘床 釘床的釘是對著我們胸部的 然後這個釘床上面 再放幾塊瓦片 然後旁邊有一個鋁梯 那鋁梯很高 就是我們修水店那種鋁梯 他叫張克帆坐在鋁梯上面 丟什麼呢 要讓人家保齡球直接 要命中我的那個瓦片釘床 這樣子 天啊 這個即便是 這個即便是專業人士 你現在知道我們當年的性情了吧 然後我在恍然大悟 恍然大悟什麼呢 那保齡球 那個張克帆 還沒有放的時候 我心裡面閃過一個念頭 克帆他也不是專業的啊 萬一他球放下來 位置不是丟在那個釘床上面 而是直接扎到我的臉 對啊 好可怕 那我就就毀容了嗎 那我靠臉吃飯的人 你現在給我... 倒倒沒有 什麼 什麼飯呢 哪裡來的自信 然後他球一放 那個球掉下來的時間 頂多差不多一秒鐘的時間 好可怕 那一秒鐘彷彿一輩子 真的 那你那個整個胸就一縮 那一縮以後我就起來 硬把後面的戲演完 回到家裡面喔 我大概吃了一個月的 內傷 沒有外傷 看起來喔 安然無恙 可是那個是 那個那種氣喔 是那種 那種 很不少的啦 對 鬱悶 鬱在裡面這樣 好危險喔 這樣好危險 你是走那種 針肌消脂呢 還是哪一種 對 針肌減脂 然後線條跟生長 是我的專長 喔 線條 對 因為我以前是舞蹈系的 線條 對 那妳可以 想側面給我們大家看一下 側面嗎 哇 唉唷 有 會拍 懂拍 得了 曲線非常的漂亮 來 請看照片 這是什麼 那是什麼 什麼那一個木頭 這個是狐靈 狐靈很好用 對 狐靈 然後那個是 Viper Viper 那都是我上課都會用到 對 所以比較多功能的訓練 張歷宗你很適合這個 狐靈 對 那個動作很棒 對 減脂 減脂非常有效果 然後線條的部分 這個我剛剛做下去 我跟妳講 妳帥度增加兩萬倍 真的 剛剛拿著那個 對 所以不是拿公式包 人家拿歷宗兵 請問妳在哪裡教學 我在板橋府中的蝸菌 對 我在蝸菌 板橋的 對 板橋府中店 但是很多人 從台中桃園來上你的課 對 就是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從桃園專程 來找我上課 他為什麼要這樣 就對我很支持 對 慕名而來 就比較要信任我吧 因為他可能不習慣別的教練 然後習慣我教他的方法這樣 一定喜歡的 方便 但妳有教過那種 就是跟 其實跟健身是 搭不上的那種 從來沒有健身過的那種 就比如說很胖 或者就是 有 就是 有一個學生 剛來找我的時候 他體脂肪將近三 將近快三十趴 那很高 三十 對 三十趴 還好 這樣用二八 的 這麼近了 這麼近了 然後所以就是後來 找我訓練了一年後 大概半年之後 就開始有點變 然後一年後 現在的體脂肪率 已經降得到十二趴 十二趴 十二趴 他很多會報仁 對啊 不過因為他真的前面 很認真的在整集